致力于推动台湾老人生癌规划的 台湾老大人活力发展协会 从民国105年开始就和新北市政府合作 到各邻里开课 指导长者制作属于自己的绘本 不但让长者留下难忘的纪念 指导老师也有很多的收获 前面吃没钱 就来英语 来求英语 新北市有不少邻里陆续开办的精彩一生 生命绘本科成 这项由台湾老大人活力发展协会 和新北市政府合作的活动 到今年已经迈入第七年 新北市政府社会局 其实从105年开始 就邀请我们进入新北市 投身这样的工作 中年美助理长他极力的争取 可以到这个社区来跟长辈一起 所以我们就从今年的7月开始 进入了4个月的时间 15次的课程里面 让长辈一起去体验人生 从小到大 以及他未来人生发展方向 很多长者因为上了年纪 受到身体退化的影响 常常对自己失去信心 但透过制作属于自己的绘本 不但重新回顾精彩的一生 也记录了和家人之间的故事 生命会本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故事 也是他们家族沟通 相互之间的家族的故事里面 我想长辈在做这个过程当中 他会重回过去 他会展望未来 他更爱他自己现在 未来人生可以过得更快乐 许多参与过的长者 都很感谢老师耐心的引导 但其实指导老师 反而觉得自己收获更多 因为每次上课时 都能学习到不同长者的人生智慧 陪大家四个月的时间 可是你们把一生的精华 都在这个四月之间教会了我 记者高兴峰 林景宇三重采访报导